好 继续来看到秀宁湘水源文化健康站 十五号办理上半年度的座谈会 邀请了泰鲁阁族创作歌手和足以老师 来传唱祖先的歌谣 同时也邀请了足以老师来说故事 希望把仙人在高山的生活 智慧和记忆能够传扬下来 泰鲁阁族创作歌手白明光老师 传唱着所创作的祖先歌谣 来为秀宁湘水源文化健康站 让咱们来一个夏季的音乐饗宴 秀宁湘水源水泛协会理事长张康生表示 新年度除了安排丰富的课程 来为长者们同欢 在文化部分也准备了在地的主义老师 和文化工作者来说说祖先的生活智慧 透过上半年度的座谈会 展现水源文化健康站的成果 112年度的文件站的座谈会 我们很高兴我们也要请到白明光老师 还有我们教会的艾师母 那我们这次的座谈会来讲就是 我们这个上半年所有的 在文件上所有的一些题材 我们特别注重我们泰鲁格 传统歌谣这个主题 那就是变成我们今天的座谈会 我们很高兴邀请白明光老师 保用他的经验 分享他的经验 如何在泰鲁格传统歌谣方面 如何去跟我们现代的潮流怎么去对应 怎么去连结这个文化的一些关系 那非常谢谢白明光老师 给我们这样的加持 那我们下半段还有我们师母 那师母是我们在文件站中的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那师母是我们的泰鲁格族语的老师 他也是我们泰鲁格歌谣的一个老师 在我们文件站中非常很有爱心的一个事 我们谢谢他今天带来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 张跟三表示为了丰富课程内容 也请播张跟三来为大家说母语 讲故事 大家可以自己的家族生活经验 和主线的生活智慧 来和大家分享 希望咱们来到文化健康站 除了吃的营养之外 他如果的传统记忆也会传言下来 记得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